联华僧大使认为要除障碍 有两个很大的坛层必须要注意的 一个是马陀明王的坛层 一个是普巴金刚的坛层 你开启了马陀明王的坛层 跟普巴金刚的坛层 所有的一切的业障障碍 全部都可以扫除 真正跟联华僧大使 在联华僧大使所变化的时候 他经常变化成为普巴金刚 就是吉利吉拉雅 这是联华僧大使变化为普巴金刚的形象 他也变化成为马陀明王的形象 变化成为师面空行母的形象